这纽阳的这个课 它是目前我们现在所学的音乐专业 基础必修课中间的 这个各种音乐中间必修的一个知识 所以呢在我们的课程中间 就加入了很多这个音乐实践的环节 之前我们这个课程是偏重理论方面的 所以在近几年的改革中间 就开始加入很多学生体验 这种实践环节 还挺受学生欢迎的 其实能够在实践中 能够更加感知中国的传统音乐 我觉得就挺好玩的 因为我一直印象中就是 这些课应该会很无聊 但是上了这么多课 感觉就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无聊 就感觉挺好玩的 然后自己也非常喜欢上这门课 因为毕竟男生嘛 身体性没有 身体协调性没有女生那么好 然后就感觉有时候 就扭着可别扭 感觉手脚不协调 不知道手该往哪放 脚该往哪走 然后慢慢的慢慢就感觉 慢慢就跟上拍了 这样一个过程 不知不觉中 就了解了中国传统音乐 包括像纽阳歌呀 之前的一些山歌呀 民歌呀 就感觉其实并没有想象中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枯燥无畏 其实他们都是还挺好玩的 都是一些比较好玩的事情 看视频 上澎湃 by bwd6 by bwd6